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缘分是个很奇妙的存在 因为缘分的影响 我们每天都在遇见 而这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 都是有原因的 不然 大千世界那么多的人 为什么只有你们彼此遇见 彼此相知 虽然我们每天都在遇见 但每个人陪我们走过的路 都是有定数的 毕竟 生命就是这样的 因缘而聚 缘禁而散 缘分天定 既已相遇 便是相欠 既是相欠 就该偿还 所以 不必抱怨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 心怀感恩 珍惜相伴走过的每一段路 不付不欠 如此便好 若不相欠 怎会遇见 所有的相欠都是因为亏欠 所有的离别是因为两清 缘分有深有浅 所以 我们的相遇有长有短 不必纠结于相遇的短暂或漫长 欠得多便相伴得久一些 欠得少 盘完了也就散了 若没因缘 擦身而过 也不会回头相望 若有因缘 跋山涉水也要相见 一切皆为定数 皆是宿命 无法更改 也不必改变 国外有一对伴侣 先生叫森文 妻子叫海蒂 他们两人有个很奇妙的机遇 七年前 当时海蒂新租了一个房子 森文刚刚好是上一个租客 交接时 他常向他请教一些电器用法的问题 加上两人又碰巧同一所学校 一来二去 也就慢慢地相识相爱 乃至结婚了 有一次 海蒂回到娘家的阁楼去找照片 意外地发现小时候 自己竟然和森文合过影 原来两人很久以前就遇到过 甚至还是儿时一段时间的玩伴 七年前才认识的人 原来十几年前就曾遇到过 而七年后的重逢 彼此都不知道 但是却能够再次被吸引 爱上对方 从萍水相逢到灵魂伴侣 一切就好像命中注定一般 就好像宝袋初见时的 这妹妹我曾见过的 生活里 有很多时候 也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有好多时刻 我常会觉得当下发生的那个场景 我好像经历过 但仔细一想过往 却分明没有这样的经历 难不成是哪一场梦中 还是前世经历 缘分是一本前世的账簿 寄满了偿还 红尘中的遇见 皆是前世未了的姻缘 今生相见 是前世相欠 相见便是为了偿还 亲人之间 用亲情弥补 朋友之间 用友情偿还 恋人之间 用爱情补全 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场的遇见组成的 无缘的就无需去挽留 就算挽留也留不来 有缘的要好好珍惜 毕竟债还完了 就到了离别的时候 所以 不必过于纠结一个人的离开 也不必诧异一个人的到来 身边人的到来或离开 都是带着使命的 而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原来时好好珍惜 在原散时 认真告别 缘分到了 好好珍惜 前世的因 今生的果 听过这样一句话 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 就好像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经历什么样的伤痛 最终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没什么能改变命运 人和人的遇见 都是缘分 它带着使命而来 或带给你快乐 或教会你成长 或留下一段回忆 无论它带给了你什么 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不管这份缘分最终的结局如何 我们所能做的 只有一点 感恩遇见 不付不欠 去年一档综艺节目 你好生活 撒贝宁分享的一段故事 感动了无数网友 他和尼格买提 蔡明老师 坐在一起聊天 谈到了年轻人和父母隔阂的问题 情到深处 撒贝宁谈起去年年底 自己的龙凤胎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给母亲发了条短信 你的孙子出生了 可惜这条短信 永远不可能得到回复 因为 母亲早在2013年 已经离他而去 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一生 会遇到826万3563个人 会打招呼的 有39778人 会和3619人熟悉 会和275人亲近 但最终 都会失散在人海 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 会结下很多缘 但唯有亲情 是我们今生中最大的亏欠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缘分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在子女出生的时候开始 在父母去世的时候结束 而这父母子女之间 就是一段生生世世 亏欠的过程 正因亏欠 才得以相遇 就像一句歌词中 所唱的那样 我们终将互相亏欠 不然平和缅怀 虽说 自古中孝难两全 但对父母 对孩子而言 时间真的太宝贵了 一旦错过 就是真的无处可寻了 所以 别等着失去 才想着后悔 有些事 后悔尚能回转 有些事 却是一生遗憾 缘分散了 认真告别 人会因缘分而相遇 就会因缘散而离别 总说离别太过沉重 不愿提及 但那一生再见 也许就是今生最后一次交集了 李安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说 人生就是不断地放下 认真地告别 去年 有一则视频火遍了网络 短片是一位妻子 记录了跟老公相爱的过程 12年12月6号恋爱 13年1月4号回家见家长 14年3月30号求婚 5月5号领证 6月17号举行婚礼 16年5月18号查出来怀孕 从恋爱到结婚 再到怀孕 这期间每一幅画面 都充满了一出屏幕的甜蜜感 可在短片的最后 这位妻子写道 17年9月27号 老公出世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 比他大一岁 现在 我比他大三岁了 米兰昆德拉说 遇见是两个人的事 离开却是一个人的决定 遇见是一个开始 离开却是为了遇见下一个离开 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 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事事无常 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毫无意外地 陪你走到生命的最后 很多人 都是走着走着就散了 而这一别 可能就是永远 我们常常在离别之后 才开始后悔 没有珍惜这段缘 才开始怀念相伴时的名号 这是人之常情 但我们也该明白 一生中 我们不停歇地遇见 每一份遇见 都是债来债往 当窥见慢慢被抹平 缘分也就渐渐消散 互不相欠之时 也就是一别两宽之时 毕竟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客 无论你多留恋 无论有多不舍 要走的还是会走 失去了就不会拥有 分开了 就很难相见 所以 缘散缘聚 随缘就好 不必执着 更不必深陷其中 想开了 看透了 自然就放下了 放下了 才有咸心品尝幸福 这世上最美好的缘分 就是默然回首 你在灯火阑珊处 遇见是缘分 离别也是缘分 这缘分 是前世未了的情缘 是前世未完的债 所以 前生的镶嵌化作今生的羁绊 我们才得以相见 就像苍阳家错说 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 只为今生与你邂逅 只为这场偿还 所以 人这一生 不过就是一段欠债还债的旅程 无必执着 顺其自然变好 你来 无论多远 我去迎你 你走 无论多苦 我不留你 以此之间 只要珍藏那一份 独一无二的回忆 也就不负这份前世的亏欠 所换来的相遇了 愿我们皆能做个豁达之人 缘起时好好珍惜 不辜负相遇之美 缘灭时心怀祝福 不辜负往昔恩情 好了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我们相约明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起了白雪 门前树上掉下了苹果 你拿起了一颗 放在口袋 你问我 会不会显得奇怪 清晨的太阳 有些冰凉 拾荒的老人 准备睡了 你提给了他 一缕暖阳 对我说 这世界还有希望 风起云霄 落海潮 天全都明了 红尘中 人一拼一笑 他假装看不到 世界荒唐又无聊 你一拳都明了 强烟欢笑 孤独萦绕 我假装不知道 看 Suda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